纯种障傲它是最温柔的 它对主人它是最温柔的 但是对陌生人它就不行 你说我现在我撩拨它的嘴巴 它也不会表现什么样 对不对 如果我拉它的这个头顶 耳朵这些方面扯它 它也不会生气发火 这是纯种障傲对主人的一个忠诚 所以很多朋友他们不了解这个纯种障傲 他们把纯种障傲想得非常凶恶 但是真正的纯种障傲 它们永远是忠诚一组人 依赖一组人 小母狼 这条小母的话是九个半夜十个月的母狼 也是很漂亮的 这是咱们家的凯测 凯测也怀上了它的小宝宝 现在性格显得是比较田径 对于这条母障傲上来说 它的品气是三男老本生态障傲 它和老黑的一个是同一个品系 多温柔啊 我和他玩一会儿大家可以看到 是不是 任凭你用手去摸它拽它 它永远不会生气的 它也不敢去对主人怎么样 我就拉着它的腿巴 来 来凯测 你看 它多呆懵 是不是 多么的呆懵 和多么的可爱 好 凯测 好好好 好凯测 把它的牙齿 掀开 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它的牙齿 又长 又粗 又尖 是不是 好 攻击人的速度和攻击其他狗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非常的厉害 所以说生态障傲有生态障傲的美感和它的魅力之处 对主人永远是忠诚的 但是对陌生人或者是对其他谴质 他们表现的是非常的应勇和凶恶 好好好 家伙特别漂亮 好了 这就是咱们家的台测 非常漂亮的一条生态站 看小尾巴背起来多漂亮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得到 很漂亮 这是老黑 刚刚我给大家看到 老黑 这是咱们家的大美女青海 也是非常漂亮 他们听到有一点声音了 开始表现的比较紧绝 所以说真傲的看家后院的本领 也是非常高的 只要他们听到外面有一点声音 他们表现的就是非常的紧绝 他们同时看向外面 好了 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和就分享到这里吧 关注泰哥 每天我都会分享不同的战熬日常生活 和他们的知识干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